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谢谢主席各位好 我方先要指出对方同学不公平的论诊方式 对方同学尝试说 你看对方举一些成功推行低碳经济的国家 你看印度可以纵干着 为什么英国做不到呢 为什么明明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的模式到头来发达国家不做呢 各位 为什么我方主编一开始努力告诉大家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了 我们往往很多报告都告诉大家 发达国家的论证 对不起 发达国家推动低碳经济的成本本来就比发展中国家来得高的 我们说对方同学说 一直说可以纵干着 甚至对方同学还说可以太阳能 各位 我们说一个国家能不能够实行太阳能 往往还要看它的地理位置 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国家不想推行太阳能 只是在很多 尤其是西方这样的欧洲国家 他们本身有很多时候会有四季 会有四季之分 他们到底有没有具备能够成立太阳能发电的条件 这地方同学从头到尾没有在公平比较平台的 再来 对方同学一直说 我方谈的是高科 高成本的碳到低碳技术 可是各位 我方想告诉大家 我方谈的风能 其实是所有发清洁能源当中最便宜最廉价 效率最高的能源之一的 如果按照对方的逻辑 对方想要说这些低碳经济能够带来 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效益的话 那我方就想问了 我们说 我们看见在金融海啸的打击底下 我们当然是丹奈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风能厂 他们就在这个打击底下 裁员的人数达到了15% 所以到头来 你们有没有办法论证 这些低碳经济能够不受金融风暴影响 到头来还是没有的 所以这边同学一直想要告诉大家 是领导层在做 对方各位 我们承认 如果我们今天变题讨论的是 领导低碳经济到底更取决于谁 那么当然讨论的是我们的领袖的 可是本来推动就是一直在领导 一直在服从 这个才叫整体推动 这才叫一个国家在推动低碳经济 这同学之所以不敢谈人民 因为这同学本来就了解 人民很多时候 人民很多时候都有在进行经济上的考量 为什么澳洲人民当初可以从 支持总理陆克文的节能减排政策 到头来我们现任的总理上台以后 却始终没有办法推行碳关税政策 很简单 因为碳关税本身是增加自己的生活压力的 所以这同学要谈推动 本身就不能忽略人民的意见 这对方同学今天最大的错误点所在的 再来同学自己在自由边也露出了马脚 对方同学跟我们说对方同学论证的是第一步 为什么第一步就论证最大阻力呢 各方国方主编也问了 哪一个国家还没有卖出第一步呢 对方同学也要告诉大家技术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 无论是中国本身就有炼乙醇技术 印度本身也有很强的炼甘蔗技术 可是到头来 为什么印度本身坚决不肯接受美国的三可政策呢 因为三可政策是要求印度以发达国家标准来减排 直接伤害印度利益 所以到头来是经济利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方论证的不仅仅是第一步也有政也有经济考量 甚至我方论证的是英国现在的状况 是第二步第三步甚至第四步 就是自己没有在论证当下状况的 各位我们了解低碳经济正向大家想象中 可能大家会认为很省钱 可是我方刚才已经举出了美国甚至英国的例子 甚至美国清洁能源法案大家猜要多少钱呢 一千亿了 如果中学自己很理想的认为 一个国家其实还有很多方式 可是那些方式在发展中国家适用 发达国家适不适用呢 如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有那么好的技术 印度有那么好的技术 为什么到头来印度要继绝美国的建议 甚至到头来印度依然是碳排放量很高的国家呢 所以从头到尾 我方只是想论证一点 我方是但在现实的角度 我们看见资金不足问题 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 社会经济结构问题 这才是目前为止 一个低碳经济没有办法真正发挥的最大阻力 谢谢大家 谢谢粉方的四辩刘浦同学 接下来我们有最后一位辩手 正方的四辩总结陈词 时间同样是四分钟 陈子轩同学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的结辩一开稿就跟我们扣了一顶很大的帽子 他说我们很不公平 我们只看一些 他说成本 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并行讨论 可是其实各位 今天真正不公平的不是在我方 而是在对方 为什么呢 今天对方全程只跟我们谈一些国家 是他出了第一步的 是已经在实行这的国家 然后他说 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实行下去呢 因为他是经济问题 因为他的成本面临很高 可是各位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 辩题谈的是推动的主力 所以今天双方的交锋点在电梯的两个关键字眼 第一个就是推动 到底什么才是推动呢 我们说推动一个政策不是像对方那样 其实是可以从很简单的 不一定要谈整个生产模式的转换 那才叫推动 不要叫中国一下子就完全放弃 他整个生产模式 这不是推动 我们可以从小到大 有简到难 不是一谈指之间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 对方今天 只要我方论证 一谈指就完全转换这个生产模式 这是他第一个不公平之处 第二个概念 我们谈的是什么呢 我们谈 第二个概念 我们谈的是 他说我们不公平比较要看人民 各位我们不是没有看人民 可是各位我们要告诉大家 其实人民考量到钱 不代表那个钱一定是主要最大的阻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推动者 而这边我们就跟对方产生了矛盾点 他说其实人民也是 而没有他其实中间已经承认了 人民其实只是配合者 所以我们这边要看的考量是在于谁 是在于我们政府这边的推动者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推动者主要是政府呢 因为这跟低碳经济的来源有关系 提出低碳经济蓝本的人是谁 是英国的布莱尔 而布莱尔本身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 他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蓝图 所以可见推动者本身就是政府自己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政府自己在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面对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即使我承认有时候人民可能是比较 比较顾及到钱 是有涉及一些经济考量 可是他不是主力 因为那是人民 那是配合者的考量 我们政府之所以不要实行 是因为我们担心的是选票 是因为人民 我们担心的是影响自己的政治利益 对方今天一直跟我们谈美国 是美国是为什么呢 它不是因为经济 其实那只是表面上的借口 对方一直被蒙骗了 美国是因为它的金主在背后 影响它的政治现金 这也就是为什么京都条约签不成啊 因为那个阿维国会的时候 它就被那些金主制裁了 这就是政治现金的魔力 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要的政治考量 而对方今天跟我们谈 印度为什么不接受美国呢 美国的第一探机率呢 其实各位这是对方讲多了一点 那是因为他们在减排上达不到共识 而减排上达不到共识 其实不跟经济有关 是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国际政治的较量问题 是国际政治的博弈 所以谈来谈去 还是离不开政治啊 对方说如果我们要论证的话 那论证它这个国家 怎么抵过金融风暴 可是我方有数据显示 即使是在金融风暴 可是它还是上升了48% 因此经济不是主要的主力 谢谢 谢谢正方的思辨 谢谢陈芷萱同学